犯下加州局郡教会枪击案 造成台裔人士一死五伤的 六十八岁台湾移民周文伟 正式接受庭讯 透过视讯出庭 周文伟本人没有露面 但犯下令人发指的枪击案件 说对台湾的政治仇恨 犯案前可能就有蛛丝马迹 媒体来到周文伟拉斯维加斯的住处 根据邻居说法 周文伟人很好 原本是房东 跟太太有两个儿子 知道夫妻两离异 其中一名儿子跟太太搬回台湾 周文伟就把房子卖掉后 就出现诡异行径 一次在家中强制走火 差点打中隔壁住户 邻居也透露周文伟 在威宁斯人等知名饭店 担任兼职保全 周文伟拥有的两把半自动手枪 都是合法购买 更可怕的是 事发当时周文伟带来 整整十五个装满九毫米子弹的弹夹 还有四个类似汽油弹的一栏装置 而周文伟的住处内部画面 也跟着大曝光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 有名声称跟周文伟合租公寓的男子 在网路po出周文伟的房间 可以看到床上堆满杂物 应该是警方搜索时 东西全被翻出来 也有警方留在现场的搜索票 文件上都印有周文伟的全名跟个资 目前还不确定 周文伟是否在拉斯维加斯 计划整起攻击事件 但案件情节重大 检方对周文伟正式提告 面临一级谋杀五项谋杀未遂罪等 十项罪名指控 若所有罪名成立 周文伟恐怕面临终身监禁 甚至死刑 浅蓝色书皮书名是调酒师的圣经 作者就是周文伟 上头还印着他年轻时的照片 周文伟一共出版过三本调酒相关书籍 还曾在大学任教 周文伟过去名片 直称印上中华技术学院助理教授 书中作者简介也提及 他曾在中华科大 屏东技术学院 以及辅人大学任教 因为拥有调酒师执照 在学校教授相关课程 评科大也曾聘任周文伟当讲师 但他因病没副职 隔年就没再续聘 来到周文伟位于台中老家 邻居说最后一次看到他是几年前 他返台处理妹妹后世和变卖房子 邻居说周文伟有点孤僻 2018年返台时还在家门口贴字条 标题是友善的通知乡亲 自称是爱乡爱国的美籍台胞 接着话锋一转说 自家其肉是私人产权 禁止停车聚会聊天 又提及自己流浪美国 做牛做马做奴隶 一直无法回乡 如果筹到钱 一定要回来正修老家 邻居说周文伟从美国回来后 性格就有所转变 曾与邻履有过争执 但没想到他会犯下重大枪击案 筑成大错 在一期文邱瑞洋 孙永利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